看一下,所以刚刚写完那个程式啦,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程式其实有蛮多地方是可以在修改的 也就是可以在精简啦,那精简的流程 那有点像我上个礼拜讲过的 就是说这个程式,第一个啦,当然你有哪些地方可以改 首先的话是这个SYB的名称 它用的是英文名称,所以假设你觉得 啊,这英文名称我看起来没有很习惯 我希望改,对不对?当然可以啊,这个名称是它帮你取的 所以呢,如果假设你希望改,比如说我改成这个名称好了 那你可以什么,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之后呢,切到这边把 SYB的后面这个名称,刮斧的前面 把它贴上,那这个SYB就改成这个名称了 OK,不影响哦,所以第一个 SYB的名称是可以更动的,OK 也就是你用英文用中文都没关系 你可以取一个你自己习惯的名称没有关系 因为程式不是说都不能改 这个铁板一块,不是啦 它就是给你参考,你可以改成你喜欢的样子 那第二个我会改什么呢 第二个就宣告这些啊,其实说我跟各位讲过啦 其实在VBA里面哦 可以完全不宣告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喜欢,没关系 你把它Deleteer掉,绝对不会有问题 OK 那这样呢,因为省了很多了 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它这行叙述的话 你会发现哦,它这边加了一个什么,List Workbook 这个Workbook的话指的是工作簿,指的是Excel本身 就是目前工作簿里面的这个工作表 名称叫Shits 它新称一个物件叫ws 所以用ws指的就是这个工作表 OK 可是我跟各位讲啊 其实如果你假设你目前的使用只是单一个工作表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跟他讲哪一个工作表 因为你目前就在这个工作表啦 也就是你假设啊,你现在在新北啊 你根本不用讲你在新北 你直接讲说你在哪一条路上就好了 有没有 大家就知道了 除非说你们是不同的线市 你才要跟人家讲我在新北 可能对方在台北 你在新北 当然你要跟他讲我在新北 如果你们两个都在新北 那你根本不用讲我在哪里就好了嘛 OK 那同样的道理 因为目前我们没有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没有跨工作表的话 其实这个也不用OK 可以跟各位讲 那再来向下追踪这个要不要 这个可能有 我觉得是有必要 但如果你说老师那我暂时不要追踪 以后都是十个的话 那你就不用追踪 你这边直接输入十就好了 上面那一行你也可以把它拿掉 可是如果你假设要追踪 那那个可以保留 我是觉得追踪这个有必要 那再来的话初始这个total 这个初始total这个 其实你说加与不加也两可 也就是说这个total等于零 其实你不加的话 total本身也是从零开始 所以你加了也是从零开始 所以跟各位讲 这一行可会拿掉 完全是可以的 OK你会发现 哇老师你这什么程式一落就通通不见了 还有啦这个注解要不要 注解也好啦留下啦 我这个加个注解其实还蛮OK 所以你会发现上面这些程式通通可以拿掉 然后底下的话呢 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轻减 所以接下来就只要w点这个可以拿掉 w点就不用 因为我刚已经把w拿掉了 所以w点这个可以把它提立 所以只要看到什么 w指的是哪个工作表 sale指的是储存格 那因为我不用啦 反正我就在这里了 就是有点像新北市的什么地方 那我已经在新北了 所以你大家都知道 所以w点这个可以拿掉 所以金简的之后的话 那这样应该OK了 其他的话还有点value 这个我有讲过 除存格后面点value 这个可有可无 可加也可以不加 那当然不加的话 可以省一些字的话 那当然我就把点value 可以直接把它拿掉 所以sale指什么瓜糊里面 把它拿掉 那所以你会发现range也可以 所以这个点range 这个也可以拿掉 那一样range前面的这个 哪个 那个什么工作表 WS这个也可以拿掉 所以你会发现 哇 突然间整个感觉 好像就清爽很多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追踪嘛 这个是回圈 这个是判断 判断它里面有没有描力 里面有没有依然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跟这个长得是一样的 差别只有这两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 以后如果你要找 什么储存格里面 有什么关键字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模仿嘛 其实用的函数就是in3 有没有instr 这个instr就寻找 寻找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这个关键字 有没有 这个1的话呢 指的是从哪一个字开始找 所以啦 不过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不加的话 它也是从头找 所以其实1斗点 可不可以拿掉 是可以拿掉的 OK 所以哦 就是你只要记 哪个储存格找什么资料 这个也是这样 哪个储存格找什么资料 那你说为什么要大于0 大于0跟应该是小于0 或者是大于0就是相反的 就是等于或小于0 那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有找到苗栗这两个字的话 它一定会告诉你它的位置 所以一定比如说苗栗 这应该是第一个字嘛 所以它这个得到应该是1啦 OK 所以如果是1的话 那显然是大于0 是有找到的 可是如果没找到的话 它会是等于0 等于0的话 就是说里面没有苗栗 这个关键字 所以会是等于0 所以哦 如果假设啦 它找不到苗栗 那就等于0 找不到以然也等于 所以两个都不为true的时候 所以中间是或嘛 OK 前面为true 或者后面为true 它才会做下面的事情 也就是没有苗栗 也没有以然 那什么事都不会 所以像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苗栗 所以它会得加 然后这个有没有 这个两个都没有 所以就跳过 一直在一推 好 那我把它精简完之后的话 我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这个的话 最后改完之后 直接执行一下 OK 真错 这边有错 这边哪里错呢 WS 我忘了delete掉 这个可以拿掉 反正呢 因为我刚刚把那个工作表 那个物件去掉 所以底下只要是W点 你通通要拿掉 不然它会出错 OK 执行一下 这边好像又有 这里也是 所以只要W点 通通再把它移掉 不然它会出错 好 结果输出42 有没有错 没错 所以呢 假设你要把那个 它的这个程式 做一个精简的话 那有哪些地方可以精简 OK 我再把那个 这一段 我把它比较一下 给各位看 原来是长 原来是长这样的 有没有 所以我改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 我把它的名称改掉 有没有 本来是叫这个 SAPE 我改成这个 这个好像感觉 会比较亲切一点 因为毕竟是中文 第二个的话呢 我把上面的这个什么 宣告拿掉 都不需要 第三个的话呢 我把这个 宣告那个 工作表物件 这一行拿掉 但是如果你这一行拿掉的话呢 那你底下只要W点 W点 通通要把它delizzer掉 OK 那其他的话 还是点Value 这个我习惯 就我都不加啦 那你加不加两可啦 可是 加了感觉好像又多几个字 感觉比较 比较没那么精简 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 这个一点 这个预设就是1啦 1开始找 那我这个可以 我刚刚也把它拿掉 有没有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 OK 那请各位 试试看好了 把程式上会做个精简 那另外 刚刚我同学问到说 那个009 上个礼拜那个009 所以009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 其实要不就是拿这个当范本 要不你就再问他 来 HIV一下 其实应该会答案 你们可以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精简之后的程式